工作人員緊急待命 美國西南航空一架波音737 MAX 8客機 從佛羅里達州飛往加州 沒想到起飛沒多久 引擎傳出故障問題 緊急在奧蘭多機場降落 飛機當時並沒有載人 而美國聯邦航空總署下令展開調查 由於半年內接連發生 失航與伊索比亞航空兩起空難 波音737 MAX 8機型已經被停飛 由於對安全的疑慮 印尼航空公司率先宣布取消波音訂單 現在大陸民航局也宣布 暫停引進這款飛機 而正重新評估採購方案的 還包括這些公司 從伊航空難後 波音股價至今已大跌11.9% 市值閃崩超過8200億台幣 如果你是波音工作人員 我會獲得是 誇張和憤怒 關於這個情況 關於公司 訂單被取消 損失的不僅是波音公司本身 還有將近16萬名員工的未來 恐怕也將大受影響 大愛新聞旅方編譯 總是千億反而動全身 我們再來看